点击率破50亿! 当杨幂扶摇预见银宝储桥转,你更pick谁? 点击率破50亿! 当杨幂扶摇预见银宝储桥转,你更pick谁? 扶摇带腾讯视频已经更新到了第28集,眼看播出进程过半,后面的剧情真是越看越精彩啊,网友直哭不过瘾,追剧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很着急,看来对扶摇是真爱了。 刚开始看这部剧的时候,是扶摇和大师兄的戏份比较多,很多网友都觉得有花千古记事感。 不过大师兄只是个小扑变小插曲罢了,看到第二集就确认扎男无疑。 大师兄扎得不能再扎,看到很多网友牙根都痒痒,恨不得钻到屏幕里手撕扎男。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真正的男主长孙无疾终于出现。 今天大秘密联合发糖,简直甜到掉牙袜。 看到后来,慢慢就觉得,披着像花千古的外衣,实则跟楚桥转有几分相似。 同为出生底层的奴籍少女,同身藏被封印掩盖的强大力量,同身赴拯救天下苍生的不俗使命。 当然,还有总在危难之际,同与贵人相助,每次都有今无险安然无恙。 一个成为了霸气侧漏的金国女将军,一个成为了母仪天下至高无上的皇后。 都是一步出生底层却不甘堕落,步步为营,夹杂着爱恨情仇往上爬的传奇励志大戏。 我们的银宝楚桥传里的打戏比较多一点,艺术场就手刃几匹恶狼。 第一集的画风是这样子的。 高高的马尾属于头顶,显得十分干练精神。 扶摇里的杨幂就多了几分女性的柔美和妩媚, 一头长发超级有女人味有没有。 楚桥传的结局让人心疼,岳公子头身冰湖之中, 兴儿也是死相随,却在湖底受到撞击之后, 后背重现彼岸花,恢复了陈峰已久的记忆。 留下来的悬念有多大,对第二部的期待就有多大。 小说翻外里的福尔给长孙无极生了一个三包胎,可爱又顽劣。 两人坚守虽千万人无往已的信念, 必经磨难披荆斩棘,终破穷苍阴谋,斩杀各路挟毒,守护武洲安泰。 扶摇与无极的爱情也终成善果。 银宝的楚桥和杨幂的扶摇,你们更pick哪一个呢? 小编是比较喜欢物丽。 银宝小小的身体里爆发出大大的能量的感觉,坚韧刚毅让人心疼。 杨幂众多的古装角色,最美的不是扶摇,你最想pick谁。 最近大秘密的古装大剧扶摇真的超阔,微博热搜榜上几乎没成下去过。 说起杨幂,相信大多数吃瓜群众都是她的铁粉,我也是十年前就粉上她了,身边有一票直男也都很喜欢她。 她演的很多个角色都十分灵动,让人敬意深刻,有现代剧翻译官,谈判官等。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杨幂出演的古装剧,也觉得最有看点。 本身杨幂就长得有古典美女的风韵,扮演几古装女神起来毫不违和,她早期也出演了不少古装角色。 如今的大秘密早就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充当大女主,虽然已经是一个几岁孩子的妈咪了,但是饰演几少女却还别有一番风味,也越发出多的敬礼客人。 一,在神雕霞宇中饰演郭湘。 二,在聊斋志宇中饰演叶小倩。 三,在《美人心记》中饰演墨雪渊。 四,在《古剑奇谈》中饰演风琴雪。 五,在《仙剑奇侠》传三周饰演唐雪剑,西瑶。 六,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白浅。 六,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白浅。 四,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扶摇。 八,在《浮瑶》中饰演扶摇。 在史展的众多古装角色中 有特别多颠覆以往形象令人惊艳的造型 比如墨雪渊是我非常鲜水的 不过我觉得她最美的也最经典的角色 还是仙三中的西瑶和唐雪剑 在这部剧里杨幂一人真是两角 雪剑古灵精怪 西瑶田丹安静 不论是哪一个造型 每个都很有特色 而且当时也并不觉得她的脸型有什么问题 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杨幂相似的角色演得太多 真的审美疲劳了 风情雪 白浅 福瑶等 不否认她的扮相是美的 总感觉很类似 没有非常大的突破 风格上也没有多大的转变 曾经的唐雪剑和西瑶真的是很多男生的朱砂质 白月光 不过我相信大家都还是希望看到杨幂能多挑战一下自己 多突破一些风格 带给我们更多精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